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在餐地里面遇到一个东西 没完没了纠缠 就觉得说是你怯了他的 我说拿什么怀不清 就是那奈皮的那种 一个动物 就是那种败神败动物那种东西 然后你度他讲佛法不听 讲啥也不听 那奈皮是要这要那 就没完没了 跟你就是所害就是骂你 就是在餐地里面欺负你 不让你打着 就那种 就我看见那个奈皮 就想起我们小中学的那个 课堡里面有只小山羊 在河别河水有个牢过来说 我想吃你 你去年骂了我 小山羊说我去年还没生的 我是今年生的 我说你没骂我 是你妈骂了我 就那种无奈 遇上这种你怎么办 他说我去年还没生 那你没生生你妈妈了 我也得吃你 他就是想弄你了 他就没办法找借口 然后我正给他讲 要生起自卑心 坐在哪里 不断讲 讲了好几个小时 搞不定 然后过了一个护法社 拿几个街 他撑着把头就割下来 他一句话还没说 说这就是还跟他讲的 讲什么 这就是最好的理论 直接割了 踢着头走了 然后我坐在那里 半斤 露了露了露了 那时候我说 也快啊 这一下子了了我 一下子清静了好多两个 好几个小时搞不定 然后那个护法 踢着头一下割了走 哎呀 没事了 然后告诉我说 这种人以后就这样干 你就叫我 直接就干了他 说这种东西说 但是那个 当然我不再成为要去度重生 因为毕竟他也有痛苦 但是 因为如果你那样的话 我相信 我到今天还被他裁着 你还度不了他 你啥也别干了 就跟他纠缠吧 但是现在 他也可能 安住在其他世界 去休息去了 也快 就是那样 就是看你在做什么 对那个护法来讲 我觉得 他不怕带那个果报 我就杀了你 你下辈子找我来 你就没关系 你下辈子来杀我了 我不怕 他就是 他已经不找那个像 就那种护法 就是那个时候 我还是着像的嘛 我就觉得那是恶像 这是善像 我没知道 他是个护法 但我觉得那是杀像 就觉得杀了他 但是对我们刚开始 谭天赤蔓延 还很重的重生来说 从小春弟子来讲 就要吃剑 就要不杀生 这一点一定要 杀到一万 就这样不要去做 这个生已经修到一定程度 大菩萨的境界 到最后他回来以后 而且密城里边的东西 所以密城不轻易的去说这些嘛 密城是直接的把杀到杜里 就直接一杀也是一个杜里的方法 但是那是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自己还没杜呢 你杀了他 那就是叫造了逆约 造下了 你跟他就接下了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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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